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由意願繼續參選的 我們已履屜 目前是 162 位同志 今天我們公布大陸黨代表的名字 因為有人要爭取各種連署 要參選中央委員 其他地方黨代表跟海外黨代表都選出來了 大家都已經立刻可以發動去拉票 而我們若時時不公布大陸黨代表的名字 對他們來講是不公平的 其實中央委員亦復如此 亦復如此 因為中央委員名字如果他早早知道 他也可以早早去尋求支援 其實我們也期盼能夠讓外界早點知道 因為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不希望在選舉的起跑點上 也不一樣的一個代表 這一年真是國民黨最堅困的一年 各位能夠與我同行 非常地改革 也非常地寶貴 在我人生的歷史上面 這一年多的時間 是我刻骨銘心 永難忘記把我的目標 我還會繼續在黨內 跟大家一起努力 這幾個禮拜到月中堂會 我們先請林副主席來代理主持 也希望能夠達到主席所說的 在2018年跟2020年 我們支持我們的歐索實力 大家趕緊能夠勝利 我們後面該做的事 我們還是繼續努力來做 也請各位多多給我們支持 謝謝